最重要的是一支简报上面有的一个短网址 有看到吗 这短网址是BIP.ly 写线 然后TACANA 2019 08 17 然后藉由这个短网址大家就可以充许到今天的警报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就听究竟 因为有这个有这个延结之后啊 大家就可以充许到这个警报 就不用这样子用很斜的角度去看你刚刚的警报 这些唯一大家要记的就是这个 BIP.ly 然后TACANA 2019 就是今天的日子嘛 08 17 OK吗 可以咯 好 帮我们再到 好 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大概30秒之后就开始好不好 好 大家先连接上这个网址 想到我们这一轨的人还蛮多的呢 诶 我们已经开场了 你先穿这样过去 好 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轨是开源于之一啊 然后其实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INBAR 然后等一下就是 重点部分他会讲Begas的部分 OK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很懶,我覺得其實有背我的Mac來了 但是我發現這邊有電腦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我就使用這邊的電腦 因為我已經懶得把那個電腦從背包拿出來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這個會搭到後面那個梗 所以先跟大家互動一下 可以調查一下 請問一下大家如果想到INFAR 你們應該有看過一層表才能進來這些教室 INFA就INFAR 大家想到INFAR這些字啊 你會想到 INFAR到底是什麼字 我不知道 我就通常開了一隻 後面那個英文字其實我不太用自大對不對 然後我就 我就無敵無邏輯跟教室 看這些教室然後本來還蠻多的 蠻多的大陸進來的 那等一下跟大家講說 跟這有什麼相關 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 我是不學STARWARE還有OpenTruiser的 Compute的志工 然後也有負責的手上的部分 所以這不重要 但是右下角 剛才我看到這邊有個Gamanta Gamanta是一個大頭貼 都會知道有一個雲端的服務叫Gamanta 那你會在上面註冊你的E-mail 任何像Wordpress啊 Bhub啊有使用這個服務的話呢 他就會使用同樣的大頭貼 所以指甲的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面試的人 第一個時間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也許他在躲的地方 看過這一張大頭貼 了解嗎 所以這張簡報的右下角 其實我兒子藏很多 很多Leak啦 你這麼多點下去的話 他就會點到這個服務 OK嗎 他在簡報也藏一些 你慢慢會把這些Leak跟大家講 OK 好 所以 各位後面在找工作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麼 你要想辦法 讓其他的人 第一時間就有沒有看得到 而且尤其在ID的領域裡面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啊 我如果講我的中文名字啊 他說這是誰啊 所以呢 很多時候是這樣子喔 你講你的中文名字 是不會有人認識你的 但是你可能在論壇上講 我一個ID對不對 或是看到我們要找 喔那個好像是誰 我好像什麼社群 也看過他這樣子 尤其在這種社群場的時候 最可怕的就是 我說你走一走 然後突然有人 用別人跟你微笑點頭 什麼 好 但是你也知道說 他給常常做現在你的 台面沒有廠之類 然後意思就是 好像可以看過對面 好 所以第一件是你 想不到in-fa 那事實上in-fa是怎麼 infrastructure 那一般來講 就是跟架構有關系 所以第一件事情 到底想到IT的infrastructure 你會想到什麼東西 sender 还是Desktop虚拟化 还是最近很夯的容器 还是甚至是云端 会吗 会想到这些东西吗 在工作上的话呢 如果在公司里面 应该你可能是 是什么两个部门呢 就可能是所谓的系统工程部 对不对 因为这些基底地端中心 甚至未来云端就跟你有关系 好 请问一下想到上述的这些 Server、Desktop、虚拟化、云端、容器 各位会想到什么样的 公司或是平台 或是软体 你是不是有怎么想到这些东西 好你要哦 这上面所有的有颜色的东西 有底线的 还有Item 这些全部都是令人 就是它特的光光 可以吗 好 然后我特别在那边讲一下 你带到蓝色的 蓝色的字体啊 是商业公司或商业园 绿色的呢 台语 Open Source 早期如果说你要进公司的时候 你想说收人回路 你可能想到Windows 对不对 那才以为它有Ninux 对不对 然后周期现在可能有Mac 有Ninux 对不对 它有Windows 虚拟化呢 除了像VMware 对不对 OpenStack KVMZ 最常见的 大同期的话呢 Dark是商业公司 它的开源商业公司 它叫Mobi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能有听过 这样Kubernetes Openshirt Openshirt 是要钱的 对不对 它的community 是OPD 对吧 像Pawman 我讲Openshirt 有什么不同 OK 那原本有像AWS A9跟GC 好 所以第一件事 你会想到 如果就架构跟金属设施来讲 你会发现说 请问一下 目前这个画面上 是蓝色比较多 还是预测的吗 预测对不对 因为这几年的改变 其实大家可能会 比较显著的改变是什么呢 大概是几年前 那是OpenStack刚上来的时候 你慢慢会发现说 开始一个project上来的时候呢 可是呢 不是一家商业公司 可以独立承攬 然后做这件事情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 虽然有些东西是商业公司丢销 像Google Google把他们的那个 专案都出来 然后变成Munar 但是你会发现 会有些类似像 这种开源的专案 然后基金会的刑事 有没有 然后呢 其他公司共同来 共同来几次或经理 好吧 直来 对不对 我们想看看直来 所以实际上 你在这种 INFAR的工作场面 大概会想到什么 这个我非常有感触 因为最近我们公司 也在抑争 其实在抑争 然后呢 请各位 在你们在写 CV 在写履历的时候呢 拜托你们写多一点 好不好 真的拜托你们写多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跟INFAR的关系 你可能会看什么呢 大部分他可能需要你 要有LINUS的操作经验 对不对 跟一些软体的操作经验 但是一般来讲 最底的最底的人 要要求有LINUS的操作经验 各位啊 比如在你们CV上面 就写说 我在场的项目里面OS 然后呢 就两个逗点 然后INUS 我们并不是有什么神通 或是关落 你只打LINUS 我会不知道说 你到底是会 你说建立方系统啊 你会LVM啊 你会使用者管理啊 你会全线啊 那种 你就打LINUS 然后我说啊 那这个 大概怎么样了 你知道吗 现在 不只是 你们要找工作的时候 很烦恼 你知道吗 我们要贴工作条件 我们也很烦恼 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在工作条件贴上去的时候呢 像 像我这边有个工作 其实 这边是工作内容 其实我还 你看我工作内容 我只敢贴什么 我只敢贴说 熟习INUS 有使用ChairScript OvenZone相关能力 然后 如果你有 相关经验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写加分条件 加分条件比如说什么 你还会 如果你用Enzible 加分 如果你有症照 加分 如果你会层次加分 这样子 可是 我写加分条件哦 然后就有那个 面试的人说 因为我 我Enzible 所以我不敢来面试 那对 我说这是加分条件 你真的可以来 你真的可以 真的 我跟你讲 你看 这边刚刚 你看 所有的 这两个写都 哦 确实有个写就可以了 你要熟悉INUS 你会虚异化 也不错 那如果你有这些经验的话 有加 都是加分条件 所以经验是 回到10 我只要一一来看一下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的方式 会会有这种 跟工作相关的 所以 回来想一件事 你刚才有提过 要INFAN这些软件 对不对 有些是开源的 有些是商业软件的 可是 我就回来想一件事说 你真的乍地说 你现在所学的东西是 一定要商业软件 还是开源 还是开源技术吗 答案是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你会慢慢整个趋势 怎么去整 没错吧 尤其 目前很干戴的一件事是什么 很干戴的一件事是说 现在INFAN学校或补习班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课在开 对吧 然后我现在负责的是 云端系统相关的 就是我的工作内容是 我要在三大云端平台 去做管理 诶 糟糕了 有什么糟糕了呢 你会发现说 所以要管云端的人 他只在会Linux 然后现在我发现会Linux 人真的也没有那么好找 云端好像没有 很少把Windows 翻到Windows上面去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有另外一个部门 有个专案 他想要把 他想要做个网站 然后后面要接EA 他想要把Winux放上去 然后找我们来供价 给他来供价 光Windows Server 我忘记201级的版本 光他的License 不还任何的费用 光他License 一台 放在云端上面 一台就要600块美金 6万块美金 5万分8 然后整个顾价就十几万 然后那个 开发部门的同学就一直摸摸说 对不起 谢谢你再给这个 这样子 我们还是快快点来低端 所以一般来讲 目前在云端的服务上面来讲 你可能Linux本身就是开发 很难是一个技能 OK 所以呢 准备要养成这些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技术 比如说Linux Container 这些东西 对不对 对我来讲 最简单就是经营下注到 他一个社群 为什么 因为大人无忌在直指 对不对 中间是那边 右边是鸟哥 左边是鸟哥 网路 Linux Linux 好 所以为什么他参与社群 对不对 简单来讲就是 我先说结论 请你挑个你最舒服的方式 其实你就是把你的生活啊 把你的一些习惯套在你面的时候 你慢慢就会被感染 就算没有被感染 你也常常听到一些关键字 对不对 我们田野调查一下 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听过 有个东西叫容器 叫Container 或Duck 对对对 好 好 几乎全部都举手 对不对 中间有问题哦 你现在的工作 或是你每天都会消用Duck指令的 请举手 还不错 还不错 你就发现说不错啊 你看 道成之一 不过我们在残酷点 请问你 你有听过那个Gubernetes 就传说中文K8S 设计举手 对 你提过连工具都都提过了没 好 你现在每天都会打到Cover Control 这个指令的呢 让我知道一下 诶 你看 有有有有 感觉出来 有没有 而且吗 诶 这个很好啊 为什么 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就知道 至少 你在跟你的面试官 在Interview的时候呢 你就会听到一些关键字 所以你会慢慢知道这些种项 对 好 所以养成之物怎么办呢 所有的保障都在这里 我帮你列出啦 不管是Linux的社群 Dial的社群 Dark的社群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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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metic的社群 Clarmetic的社群 还有Azure AWS的社群 我们都滑A上去 所以第一件事情 对 拿到商举报之后呢 这些Facebook的那个社群 去加一加 看看大家再看什么 要问你以后来我民官走 对不对 你就看到各个民官在贴什么 然后 users group 这些人有办什么样的wallshop OK 因为我做四五分钟 对 好 我的简报上会就这件事情 等价交换 你花多少时间 就会换回多少东西 没有金属 OK 但是 每一个什么东西 都是有价值的 不是只有血扣才有价值 你躺在沙发 看安伯伯子是有价值 休息的世界有价值的事情 对吗 OK 那只是说 你要拿什么东西去换 对吗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 那 加入社群之后 要做什么治愈的原因 对 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技能提升 那怎么样自己的技能提升呢 很简单 就像今天各位来参加costhub的一样 请多参加研讨会 然后呢 最重要的呢 你可以多参加一些社群的wallshop 或是minar 因为他都有一些实作的一些做法这样子 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说里面也放了很多link 对不对 好 比如说各位也知道 这东西要play with stard吗 知道 play with stard就是 Dark加商业公司呢 在AWS上面呢 然后呢 免费让你开三个小时的AWS机器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借5排 Dark 然后呢 疯狂的烧大钱 然后你可以疯狂的练习 然后呢 三个才到的怎么办呢 把网络器关掉 再开三个小时 再见吧 也稍微多人价钱 OK吗 感觉不错吗 对不对 好 那一样 你要学习Cupitalist 就有play with Cupitalist 既然我们无论有资源 你干嘛不用呢 对不对 你当注册一个 你传说中 常能收那个认识信Email的那个 对啊 就可以使用了 啊 比如说你对云内有兴趣 现在三大平台呢 三大平台都有那种 你说一年三百块美金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被他已经注册使用 然后呢 AWS就有这种 十分钟 Hallover教学的课程 然后呢 控制他不同的产品 他都使用了 对啊 你可以找一些Hands on的地方 OK A9也有 然后呢 GP也有 GP带就是RELAX OK 所以这边有列了一些 甚至呢 扣人家里 对吧 这边也有 但是人家在学习什么层次啊 Python啊 然后上次 有一个更好玩 有一个在ColdCang 就是那种 你就边打游戏 如果他其实在打游戏 然后你要写那个Python的层次 让他左转右转 对不对 OK 然后放个人这样 把这件技能这样 放入到你身上去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想办法去 做一些 参加一些Washart啊 领导会啊 然后呢 回家的时候呢 突然觉得自己身份很 很颓皮的时候呢 或者觉得说 我最近好像人生没什么症作 我帮你 好吧 就上去 你动手练习一下 对不对 这样才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去延伸各位的技能 之前呢 有一个很好的 有讲法叫做 邪杆行 邪杆人生 所以 为什么要只要开源 其实有 有种在你的工作上 会做这些事情 可是里面都会开源的方式 怎样 在我的工作上 我常常讲 我常跟我的Member 讲一件事 就是说 只要电脑可以做的 能6000万不要充 所以像 比如说 我们就会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会 想办法去自动化 所以我就会学习像 ASIP c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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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配合的工具 这些自动品牌的工具 ok 所以这样的社群 就有句话 我觉得也很可爱 就是做好自动化 也离单一化 就是 你可以慢慢 真的 你前面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你后面 就会相对清楚 这边有没有使用过 VNware的 VNware 是谁 请问 你们如果要一次 建20台VNware的 整个宣传去 你们怎么做 教别人做 教别人做 这个很好的办法 马上就得到 只要得到那种 纪念的传承 所以教别人做以外呢 诶 别位 其他这一个人 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办法 那其实像ASIP 它可以去 它可以有编过的Module 所以你可以去用ASIP 然后比如说 你可以用那种 就是SegregionMap的方式 你按下Enter之后 然后你就选择 从第一台开始 第二台结束 第二十台结束 打完之后 二十台结束慢慢结束 但希望不要让你老板知道 而且你这东西弹纸可以做 这个大概只有你跟你的部分 知道就好 诶 有很多 像云端也是啊 ASIP 我其实可以在 A9上面 在 AWS上面 或是上去 上去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 因为我只剩下这一张检报 如果 如果 要做成本的节省 我想要把机器 有些是很多 很多 有些机器 它是LAB的机器 所以它只要早上上班 来的时候打开 下班的时候关掉 在瓶段上面 你要做这件事 你要怎么办 由各个官方都有它的东西 我举AWS AWS AWS 它有什么 它是那种 CloudFormation 然后呢 它有一个template 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Template打开之后 它会产生10个resource 它会去呼叫DinaloDB 然后呢 CloudWatch 然后呢 它会建立Roll 然后呢 去去一个EC2 那你会把你管理上 非常非常的控制 你会花点钱 一直没钱 但是 比如说EC2 你可能只要管一个playbook 你就跟他说 诶 我要买个template 所以有时候 开一个有些计划 OK 非原本原生的 原生的计划案 但是呢 它也可以帮你做一些便利的东西 好 最后一方面就是这个 所以最后面很简单 诶 请次的谈给你自己 你的技能是会有什么 然后呢 你又回去修改 你又回去修改 你又回去修改你的技能 或是说 你又可以帮你自己整理 你自己的技能 或是相关系 你又写部落格啊 有没有 这些相关系的东西 OK 好 好 希望各位在template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乐趣 那我们现在 会把时间交给我们下一个讲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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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谢谢 谢谢 V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喂 後面 我半天 後面 OK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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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開始之前 我今天就會 講一下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簡報 大概有五十二頁 那我會從頭 講到我身邊 那愛有時間問題 沒有辦法 我所有想講的都講 那我朋友可能會叫著講 或是之後我會在 國歌上面進行點講到補充 那今天大概會講 四個部分 好 那 各位好 那今天我要為各位分享的主題是 系統工程式的 打怪自己之語 我是鄧麟翔 我是一個自由軟體的使用者 以及推裝者 我本身有加入 我跟OCF的 300開源種子 那如果各位 你也喜歡open source 那 我可以支援一下 OCF的這個活動 然後每個都會從你那邊 扣300塊 然後 你繼續支持其他到會售的團體這樣 那我在工作之餘 我 有加入了 OF 這套台灣的 二十一順工 然後 我正在今年 加入了 嘉義鐵協會 在職場上 查過這麼多年 我最喜歡的 職場 還是系統工程式 這個職場 各位如果你還不了解什麼是 系統工程式 那可以去翻看這部小說 它叫做奮鬥法 系統工程式 好 今天要講的東西 才可以 第一個是 我會講一下自己的 這套的 尋找這套資訊的一些想故事 再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套是什麼 再來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自己抹去的哪些技能 哪些技能 哪些記憶 所以會跟各位回復一下 我今天講的東西 那就以前 有位大學生 他發現 系上沒有專精 可以用Linux的同學 便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勝出衝擊的好機會 每一天都在自己的 武功上練習的Linux 因為這樣 各位學生 他比任何人 他比一般人 都還精通中端技術世界 因為這樣 畢業後 兩年他成了一個 可以的系統工程式 那也因為這樣 他踏上了 系統層 因為他想要 尋求我如何 好理惡性循環的 資質 因為這樣 他認識了配號 他認識了敏捷 他認識了許多Mentor 那 那我最後 他用了這些 學到的知識 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以及改善團隊的生活 現在他當然很明顯 跟各位分享自己的小故事 好 再來講的是各位分享 什麼是Linux 一般 我們在講Linux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 狹義的Linux跟 工業的Linux 來區分 就這個人到底想要 盤的Linux 那 狹義的Linux 其實就是 讓 開發人員做 維運的事情 讓維運的人員 做開發事情 但是同時 我們需要很棒的 Infarture 我們是支持 開發跟維運部門的運作 在傳統 我們會有一個 IT SM IT服務官員的 有一個名詞 來形容 Infarture House 這邊的工作 現在 我會用 恰意的Linux 來形容 這三者的關係 你在學習Linux的時候 你會常看到一些 敏捷開發 敏捷 那敏捷就是什麼呢 敏捷 其實是 開發人員 在那邊想出來的 其實在開發之前 你要先有需求 在有需求之前 投資資金 要是沒有資金 所以你就不會有 後續的任何動作 那 資金需求跟開發 這會是之前 傳統的 之前開發所重視的部分 那我們主題是 狭野財甲跟廣業財甲 那廣業財甲 就是 在維運這邊 維運起來 不讓客戶被使用 可以被使用之後 我們寫的城市 我們寫的服務 才會有價值 有價值之後 市場接受的這個服務 最後 老闆 賺了錢 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那這一個很大的 外面外圈的巡傳 我們稱它為 廣業DR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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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裡面 裡面寫到一段句 就是 在那不解釋 自動化 它就像天文學 是 所以 我們可以 很簡單的透過詢問 搭配這個分法 就可以快速的知道 這個在跟你談論著 在問你 的夥伴 他到底是想要問 東劇 他想要問你怎麼學東劇 想要表達這段新的 還是他想要談企業文化的改善 那 講到這裡 我想要問一下現場的各位 現場的各位 哪位是今天是聽到 對他認這個名字 就來的 那我們數到321 就開始舉手了 我會送到這本書 這是 對他 天父的見證文版 他都有對他有時間子 來 那我舉手了 3 2 1 中間那位 黑色的先生 那 因為時間有限了 那我就繼續開始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 分享說 自己來學會哪些東西 我 我在準備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卡關 那 我很喜歡 有一頁BB的奴隸老師 他曾經跟我分享一個說 生命力成圖的東西 那 如果 要用一句話來解釋生命力成圖 那 可以看到上面這句話 畫一張生命力成圖 反之自己的過往 如果我們可以重合一次 好 那 我就 我就試著用生命念圖 把自己學過的技能畫出來 首先在大學的時候 一開始我大一的時候 學的是BB檔內 那 到了 一下的時候 那時候我開始教教啊 那 其實到了 大二 學校開始教練習 但我練習那時候其實學得很糟糕的 因為我整個大二都在 跟人家 同一同班 當人家助教 當Geneyman BB的助教 所以那時候我練習很長大 然後 到了大二向 學校開始教 技術軍跟海西孔 那如果你是學資管的 那 還有可能連 技術軍機 或是學技術軍用功能借技 直到大三 開始做專題 那 那時候老師教我們 去用SendOS 但是你也知道 你用在SendOS 一開始你再用Linux的時候 你要一直這樣 Make a Stone 然後我怎麼DNAD 自動技術票 所以後來我就接觸了舞蹈 那在這個時候 我其實很開心 因為我加入了 舞蹈條件社群 那很多人幫助我 那我來這邊也跟餘了很久 一夜號 找到一個 ACA的工作 那一開始 學會不會 然後幫助我 幫我站 後來我回高雄 開始 轉 網頁設計師 用文書口去加站 但是那個時候 我發現說 其實你一開始跳祝福 那你不曉得他的 Fanwork 其實很多時候你改不動 這時候我就覺得 誒 這段好像有點糟糕 對自己有點糟糕啦 可是那個祝福有點糟糕 好那 之後就開始自己的程式嘛 你開始學Git 學CSS 學GTL 學前專 這個時候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是因為自己太早點了 電力寫的 非常近的 有可能是自己能 扣定能力不足 所以我在 這方面 在交易度這邊 並沒有太大的 一些成長 知道 後來如果 要 接觸一個 LST 跟 跟一個N色 才能夠 能夠 能夠 那我 開始去幫他 給我們喜愛心 隔年 我辦了個公司 就在演唱團隊 那這個團隊是用CAL 所以我開始接觸NWS 除了監控 這一次的監控 更去一點拍子 2016年 開始專玩 大家的Tool 在那邊學習 學了Dark 學了Apple 讓他知道 大家的東西 童年 因為 公共因素 動了想出來 台北打拼 去人家信聰公司 學府跟ROR 這家信聰公司 好久不長 大概半年 這家公司就打工 所以你剛好 這個期間 掉得很快 如果你要去 交易的信聰團隊 你要先想清楚 田地性建設 那我後來到 2017年到現在的公司 在現在的公司裡面 我開始學 DF 持續 交付 157D跟 接受任務的開發 去年 因為 Mental 因為心理導師的關係 我開始接觸了 系統思考 開始 回歸我的本業 資訊管理 在資訊業界裡面 如果套用 管理的一次學科 來這場的工作 今年 我是用 下班的時間 去碰一下 紅米丘斯 就是 DLK跟K8S 這邊特別要集的是 紅米丘斯跟K8S 其實在今年 怎樣 台灣社群 還是陸續的社群 其實都有辦類似的過去 很多時候 我很建議大家 去查這個過去 你可以快速用一兩天時間 知道自己這個 這個技能 是否設置 好 那 神秘的圖 重點就是 如果技能可以重置 那我為什麼選擇 我會很想要 第一 我就很想把DV檔點改掉 因為我現在都不會用這種事 再來就是 那時候我們用住空 雖然很開心 但 我覺得用住空 這件事情是 對我現在不太有加分的 雖然我知道 比如說 系列實在的內容管理網站 都會有漏洞這種 對 那再來就是 第三 就是 我會希望我們可以把 學SAVE跟IWA 這一段的旅程 換價錢 換 挑更好的公司 或是學相關的技能 因為很明顯就是 當你覺得 走Python這一派 或是走Ruby這一派 其實就是很大分的事情 那你會看到 城市跟它的邏輯 還是有點有差的 畢竟我走是SE 或走就是 考驗的 我可能會寫的城市 量會比較少 但是我要 學同地工作 所以我在 投資技能的時候 我就要很盡 那講到DeRub 我們會 會講到 DeRub三部工作法 第一是 有左之右的流動 不外乎就是從 編市碼管理 然後控制 比如 建置 與否管理 持續整合 是設定檔 就變更 設定檔管理 動部署跟環境 我們在設計 跑步來的時候 常常會有 左到右去設定的階段 要怎麼操作 然後 我把我的技能 抓到這個model 抓到這個模式裡面 看到說 欸 大概會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是Costcard的 不是擬接場次 所以我 我其實 不是在賣產品 我是在賣分壽司 這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這張標上面 只有四個 東西 他不是有分壽司的 其他其實就是 有分壽司的Library 他有分壽司的license 有 LGBL HPL 某一大 也有APA 7等等 好 那如果可以再來一次 我會更為建議 一個 比較好的 打怪的神奇路線 那等級的意思 你要先從 Geek PL PF 去手機 再來是 你要手機DNX的環境 以現在來講 你可能還要知道 Cloud 怎麼使用 比如說 AWS GCP 這幾個 知名的話 就服務員 等一下 手機很遲到 至少要知道怎麼 開機器 再來是 你要會用 H 會用為什麼 去使用 去管理電視武器 好 那 叫ANCEFO 那我想問一下現場 現場 現場 現場各位如果 你還不關ANCEFO 但是你也想決ANCEFO的 好 其實我主導 我主導 我主導三警局手 這邊還有一本 ANCEFO 奔跑把ANCEFO 那他的原文叫做ANCEFO 不是我大概會推薦的本書 好 好 1 2 3 解問對方 等級4 當你學會了 我們主謂的CM2 主要分工具之後 你要開始去接觸你的Ci 並且把Ci跟所有東西接起來 這樣子其實你只要學 找找的技能 你可以從1到5 基本上 這個TOPLINE已經可以看起來了 那 後面有許多許多的工具 其實也是 延伸使用 在剛剛這個model DiaTool的model裡面 我很喜歡這個model 那這個 是我比較早見識這個 DiaTool的model DiaTool的model 那 那是IDmode上面一篇文章 他就是馬上能用的 Dia工具包 那我喜歡他的原因是 他 在講Ci Ci J2 我們說話工具之的話 他還想到了 兩者跟 Long的收集的部分 那這 也是我們Dia工 差不多工作法 的第二步 從幼稚做的 並被回規 Dia工 Dia工 差不多工作法第三步 是講文化 就是今天這邊 我們不會講 因為這個意義很大 那 各位如果讀這個意義 或是這個東西有興趣 那 我在10月 16到18 就投了一個稿 就錄取了 他說 氣墊的導入本 這個活動真的容易嗎 對 那 相信自己還不確定是哪一天 因為大衛還沒有恐怖 那 我們這個conference 已經開始在賣票 如果各位你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貫注這個conference 就跟大家簡單回覆一下 今天我分享了什麼 主要是我跟各位分享了一段 自己的小故事 再來是講了一個 不要這樣子有 這個狹義的Dia跟 創業的Dia部分 再來是我提了一個 最簡易最核心的打官升級影響 如果各位你對Dia 對自動懷有進軍 這個圖 你可以很好去參考這個模式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了Dia 就是這個大象裡面的小小的一塊 其實你在想要學習這段路線 你要踏入這個旅程 就是你要接觸地很深很廣 那 當你開始踏入了Dia Dia可以學到場次 你會發現很多人都會在聽獎之後 放上幾本書 去補充你來不及講的東西 那我這邊列了八本書 那有一半是跟自我成長有關 有一半是跟Dia有關 那這八本書裡面 如果你說你看不完 那我要先看哪一本 那自我成長部分 我會建議各位先去看學徒模式 這本書是歐萊里 那他可能就會把人 但我們確定 票數據現在還沒滿 那在這下領域這邊 我很建議各位去看 他就下角這本 他叫 簡體 簡中易版叫做 軟體 軟體本質 軟體本質論怎麼查 我忘記 那 這本書是一個書文的書 書文解讀書 他通過的人 可能可以花兩三十小時內看 可以知道所謂 我們現在到底在開發軟體 最主要最主要的價值是誰 那最後我想要說多一句話 那他是改編 心態自稱這本書 做出人交化 我問你有什麼本事 我有努力以參與 那些記憶 把他們轉成真正成就 各位可能會覺得 我很幸運我可以學到很多技能 你知道什麼 Mentals 那也是相對 我覺得 我們在心願中時 我們要很努力 去做出一些東西 讓 可能作為我們記憶的人 跟他必備 說 我很認真 我想學這東西 請你教我 而不是說 欸 別動了啦 我想學這東西 就交給你啦 那 你今天 站上台 或者是今天換你當了自身的 優逆 你就會發現說 你在帶新人的時候 或是你在帶 同事較勁點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同事 很主動的 會下班自己練習 然後之後會問 欸 這個東西我要怎麼再往前 而你的同事就是 你怎麼跟他鞭策他 就是 同樣問題 一次問再問 那這時候你是不是就 就不太會 繼續再跟他提供更 更 更更強勢 對 那 我們還有一點 時間 然後 就很黑 那就是 對於我們這 兩個章子的分享 各位 問題的人可以 提問 有沒有問題 他問你之後 可不可以靠我這邊 為什麼要跟 工作商 或是其實 之方便的問題 不然我 反過來講好了 欸 請問 在最近兩個月之內 你有去更新 你自己的 CV啊 LinkedIn啊 或是說 Dtub讓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OK 欸 真的是隨時隨地都要留下記憶 各位知道Dhub Dhub 可以有一個 你自己帳號 比如說 你帳號 然後點Dhub.io 這方面 知道嗎 對啊 就請把它變成 你 聯繫你履歷的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 如果各位真的有到人力行 我們就是 雇主發生那種後台系統 然後你有去 有機會去看到 大家的CEP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當你看到 看到一定程度的 Settle 和CEP的時候 你真的要懷疑 你的CEP是Covid Pass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寫的時候 比如說我看到 都寫得 都寫得非常的精緻 都是寫 我會念S 我會叫Rod Street 然後就是把那個 把那個程式語言的名稱貼上去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我就想 欸 這 那到底 到什麼程度 所以 所以我們都 其實 其實台灣跟國外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其實按照 按照那種就是 呃 類似那種工作評論法 或是其實要求 就是國外是 國外你在送七月的時候啊 它事實上 它是不會 不會在你的年紀啊 然後這也沒有 對不對 可是國外的話 你只要他們 你只要很簡單 它看你G-Hive 它會看你G-Hive 對不對 所以它看G-Hive跟G-Hive 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你做了哪些事情 很容易解決 但是呢 假設是 國內上 什麼104銀行 這些人機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那個用A4的那個 指啊 印啊 印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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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了解說 你到底中間接觸了什麼 你會什麼技能怎麼辦 所以我們只好 只好被迫 我們現在看 看你的寫字傳 因為寫字傳就是說 我現在怎麼知道 我大概玩了什麼東西 對 然後我就喔 原來大家還會真的 其實發現 發現在 有力表的技能 技能不是在你的工作 專長條件那邊 你知道嗎 而且是在有力裡面 但 還好你有跟 還有你提上來的時候 有跟大家談談 你有沒有 那被我談談 感覺 這個 還是請H來 跟大家來聊聊聊 所以我前面也遇到一個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面試者 就是 其實在面試的時候 會 大家知道去面試的時候 有時候會帶一點點 然後 對 然後 我覺得那個面試也真的蠻酷的 對 他就是 他就叫了 我們有三張訪券 但是那個都是很簡單的問題 很小的問題 有二十幾個這樣子 他就叫了一張白券 你知道嗎 然後 我空空進去 剛剛面試 他就嚇一跳 欸 為什麼還說我面試這樣 我說 我叫了白券 就是我應該叫我們 欸 前面右 右邊的電梯 然後直接離開 我說沒有 其實真的是 在植牙櫃 大家是在做一個教育 這樣子 我還是想 因為我剛才有看那個共敵 我覺得這樣 這個 面試的條件沒有完全 然後 然後 當 都是 我假設都會做雲端好了 都會做雲端 然後呢 你過去面試好地圖的時候呢 然後你去統計一下 這幾個雲端的面試官 都問題 然後 集成之後 就是欸 你要修煉的記憶 欸這也不錯 對啊 因為他是 其實他是寫 他是寫那個 他是寫程式 然後他對雲端寫的 我說沒有啊 現在雲端其實還蠻慘的 為什麼不知道還蠻慘的 就是 我就講一下 微軟可能蠻慘的 微軟以前只要弄微軟比較好對不對 微軟這樣有A9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除了微軟產品以外 Inus也要狂對不對 微軟i的可能性 Inus也要狂對不對 那我說說 你都蠻慘的 如果你有 你如果對雲端工作有需求完 你就發現雲端上面 當然有機器 然後有什麼 也有db 所以有可能放到db 然後有可能 上面有可能 你會碰到 跟手續有關 然後現在還有serverless 還有容器對不對 好 那 現在你現在 前面有看到這些 開人機 你都沒有去碰到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是往 我覺得後面的企業很多 慢慢有機會去走向hyper 就混成雲端 地關有雲 然後有東西放上來 但是 雲端的部分 跟地關比較不一樣 就是有些東西發地的時候 是比較OK的 發雲端可能就是 他會用 他會用預算稱發雲端 這樣子 很貴 可是有些東西發雲端 反而是 反而是 很有效率的 例如說什麼 假設你有客戶 然後你要寄那個dm給他對不對 以前在地端 假設你客戶很多 你寄他寄兩三個小時 可是你把它發雲端上面 像AWS 它是在有沒有serverless 對不對 一樣的訓練量 他幾分鐘就寄完 所以你用兩台主機 然後去跑花式 地端是先把錢付完 雲端的話呢 比如說 三大雲平台AWS 用spa instance 然後呢 就是GCP有現在次的dm 然後A9 它是到你 有所謂local的dm 就是你去跟它競架 你有可能會 拿到那種 原本dm的價格 大概三成到四成 一本分dm 對 那這跟dm的價格很不一樣 它有不同的記憶 可是這些東西 就是你會發現 欸你現在其實我開業軟體 但對應我覺得三大平台 他們就是開始在推容器 AKS DKS 好 GCP的推容器 這樣子 那你就發一個 欸 你有一個可以 至少比如說 你去雲端相關的工作 欸至少你有一個腳步 對啊 你本來學 你本來是學 你的時候音法的人 然後呢 比如說你學人士 跟你不熟練怎麼辦 好吧 要去碰晶台 或是去碰晶台 所以去碰晶台 有沒有 是這個 去做一些subs類軟體 哇 我測很久 你待會成沒有態 我要測到5A 唉 有來說送到一樣東西是嗎 有問題嗎 我們有三個先一條 Answer不會先一條牌 我們剛剛有一個會眾有詢問說 就是會提供幾年的簡報嗎 不知道會 這次的簡報要自己放出來 對 如果大家會有幾天接上網路 就可以上傳我的簡報 可是這個問題不會有先一條牌 下一個 對 我想要的是跟今天的影響 零一把跟詞一樣跟大家有關的 後面有一位 可以到這一點嗎 好 那有問題就是 兩位都會有 就是我們一般在Totainbox 事項問題心的時候都會 就是Google 然後會找到兩位的部落本 對 那請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樣 就是在部落本側面 記錄的時候去避開 就是公司的一些機密或是會成全 因為可能會 就是會有一點的衝突 對不對 想請問一下你們的經驗 這樣子 所以我純粹會記錄技術的部分 對 純粹會記錄技術的部分 所以 會挑拍技術 呃 比如說像我的部門裡面 我不可能用我公司帳號的atabase 所以我自己有自己atabase的帳號 然後相同的技術 然後呢去整個人的一個一樣的環境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主要是針對技術的部分 因為其實是 其實 這假如比較殘忍 你就跟邪文一樣 哈哈 找不到一個找遍技術 只是你應用在不同的場景公司 或裡面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針對技術的部分 來做 來幫你做技術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各位可以多利用那個IFTTT IFTTT是那個 反應不停給你 你去送你IFTTT 然後它上面有很多的 躺後門可以做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有去定額很多人的 部落格的RSS 對 所以當他們產生新的 新的文章的時候 像我有定AWS官方的部落格的RSS 對 來的時候就喵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個清楚 可不可以他要在自己身上 或是他要在公司的名義身上 可是光這樣小朋友沒有用 他有在做一件事就是 你要事實上實做一次 然後再把 再把 再把它寫出來整理一遍 我分享一個 我分享一個 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前陣子 我有一個專案 他在GCP上面開GCP的機器 然後開Low Balance 然後甚至保護牆 我們在做的時候 是透過網站Poto來做 但是我都還會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會把它變成卡梅耐化 所以我透過像GCP 它有一個就是G Cloud的指令 你知道 G Cloud的 當你用指令的方去走的時候 跟你用Polo去走的時候 就不一樣 因為Polo去走 你就一個一個拆完都在做 可是如果你用指令去走 你知道比如說 你要先把防火牆設好 你要先把 Static IP 就是公共IP設好 然後 接下來你在建DN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 比如說 網路的Tank 或是Static IPTank 把它做起來 那像我就會去看 比如說 我再分享一件事情 像 有個東西我覺得蠻好用的 我有去看Tradle這家公司 各位叫Tradle嗎 Tradle這家公司 如何用Tradle 喔喔喔在哪裡 好 我又去看Tradle怎麼去管 管他們內部的公司 所以在我們 我們課裡面 我們有一個工作總辦 支援總辦 然後各個Member 各個Member的分辦 太多嗎 好 我想我們先挑下一個好 我想想要很多 那我還是請過分就好 好 還有問題 3 2 1 好 想大分一點 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我現在就是 你在 休職的時候 你沒有說 是反觀他是求職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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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問說 怎麼知道這家公司有沒有可能 等等你這樣 對我意思是說 可能 大家會想去找 因為他是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是 他人家不用 OK 所以我 就是 但是 我就比較主要問 你才會知道 說 就是 好 那 時間有些了 那我先快速回來 對 首先你在找 其實在你開電視 你去找 對 還有 有 很多時候 他可能是要找 傳統的系統工程師 但是他可能是能找 cloud 部分 這時候很明顯 的一個分層也就是 他要你會的是 管機房的系統工程師 還是管 AWS GCP 或是 AWS 這 就是很原理 我會說 一個很大分層也就是 如果你用了 public cloud 的服務 那很多時候你可能 太多音波 跟網路的 知識你可能 不用太深 所以這種工程可能 要找的是 要偏 要 然後 可能 他可能不用 懂什麼網路 這照片切 OK 那如果是找 那可能 一提 比較深一點 可能 網路 人家說好 如果你的實力快掉 你要做什麼處理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 你可能 如果不是主管 他們的問題 那如果 你的實力快掉 你要怎麼寫 站在不遠的文件 那這個是比較 從抵到深的 你如果 如果你把 這整個架構 像是 拆拆在那邊 抱住完 可以知道說 總體 硬體裡面切除完 這一段 或是比較像是 我們傳統一起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層 再來就是可以 簡單說 他是從 走Python的 走Ruby的 或是走C的 那這邊可能會跟你 本身的核心性能 比較接近 那再來 太酷 那 學會那麼多技能 學會那麼多 很大部分跟你選的東西有關 所以 要怎麼取捨 可是 台灣的HR 會告訴你 台灣的老闆 會喜歡的是 一直很全新很威 企業做改變的 他會領動 比如說我也是在工作 我都必須從 台北海去行 用一個大的老闆 就是看這個 可以接受 我昨天問官員 是想說 幫我介紹一下 你在公司工作 做地鐵跟日常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知道 他要介紹什麼技術 這一招 我覺得很棒 對 請告訴我們 在一天 從早到晚 然後你都做什麼之前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他有什麼技術 那 現在10點50了 然後就是 簡報最後就是有 一個連結 我們一些社群 加台灣社群 跟加台灣社群的一些連結 他最後不能補 就是 這是我太太 在建工作室 叫做小龍點心大魚 如果各位 夥伴你要送女性夥伴 不知道就怎麼丟 電上磨 這樣 那 那 在插播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有揮動小歐問說 然後他比較 不行專注於開發 然後小歐問 對於負責 這樣子的合作 什麼事情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 其實跟他 跟他 Pair Programming 每天早上一起做 CRP 最好是一起工作 因為 當你改一個 什麼 聲音檔在一起參數 一般的SE 或是ID 不會知道 但如果你是同的 當下你就回去改 S5回復了 下次他在部署 之後就是這種套路 我覺得這個是 最棒的 好 謝謝 那次看動一下